youtube 哈囉大家好我是屏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我們貓咪大怪盜 所以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我們的 就是擴大型的冰塊&我們罐頭大陣啦 那後來的話 哲平昨天試一下玩的時候 好像有拿到了我們一件新的那個 超級貓貓的衣服喔 基本上我們大家也來看一下 那目前來說我昨天自己在玩的時候 大家看完我的分數都真的很慘喔 我基本上被扣光光欸 因為我昨天一直輸一直輸一直輸喔 不過我就當做在練習啦 所以就還好 基本上我覺得後面的話真的是很需要一隻變裝的角色 不然這會蠻尷尬喔 那昨天好像是把我們的勇者衣服給他拿出來了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是可以來穿一下勇者衣服 感覺應該不錯 這邊我們這個勇者套裝是拿到了 還不錯喔 那他的話呢 他需要的角色是喝飲料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哪一隻角色是能夠喝飲料的 這隻的話我們的小雞是可以喝飲料 那不起來吸血鬼服的話好像是能力比他高一點點吧 對 所以目前來說其實勇者服的話對我們來說好像 放在我們的小雞身上好像也沒有說非常OK這樣子喔 那其他角色的話目前好像都沒有喜歡喝飲料的 所以就沒辦法用我們勇者服 但是我們有順利拿到我們勇者服這樣子 但是我們沒有打算要把他用上去的感覺喔 蠻可惜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基本上的話呢 我想要把罐頭抽 我覺得再忍一下好了 感覺會有新東西要出來欸 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抽好了 真的是很優柔寡斷欸 我的天 但目前來說我們這邊好像是有一張金券啦 所以我們就先把金券給他抽掉一下喔 看一下 有沒有再抽一隻變裝貓貓出來啦 不然真的是蠻尷尬喔 我想要一隻變裝貓貓喔 嘿 好這邊 稀有的 GG 那目前來說 哲平也有把我們的一隻能夠 捏手捏腳的角色給他換上來啦 就是我們小雞 因為捏手捏腳的話 還有70%的機率不會有腳步生 那有機會可以就是 用到我們就是癱瘓幽靈的時候 可以就是往上走的時候 不會被我們的那個狗仔給弄到啦 希望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偷一下看看囉 那目前來說我們很幸運的抽到了 我們的超級衣服但是 我們沒有角色可以用啦 呵呵呵呵呵 就尷尬一波喔 好 這邊感覺又是我們一個比較 算是罐頭陣的陣型喔 那我們待會的話一樣就是朝我們那個 狗仔那邊走過去 那如果待會中間是有我們瘫痪幽靈的話 我們就回家然後換一下我們的那個 小雞登場喔 蜘蛛喔 那蜘蛛網這邊的話下面可能就是一個 硬幣 哇塞是連續的喔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往右邊走 好這邊是寶箱庫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啦 我覺得狗仔下面的話應該是一個 寶箱庫的可能性比較大 那後面有一個問號的話代表我們的 喔這邊是錯的喔 然後這邊都是狗仔 欸 被搞事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能不能在旁邊看到 我們的另外一個寶箱喔 有可能寶箱是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硬幣 然後看一下寶箱在哪裡 希望不要倒在前面那個喔 又是前面這個 啊尷尬了 那這邊它倒的是前面這個欸 那我們這邊有點小尷尬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 難道是這裡 罐頭 OMG GG 完蛋了 那這邊的話搞不好是我們自己那個欸 不相信自己 哇 結果是那個欸 哇 太尷尬了吧 結果是那個啊 我們現在分數已經扣到3980分了 再 再不努力一點我們可能就要降階了 我的天 喔你看這邊猶豫就會敗北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先去開那個的話就沒事了 結果直接一個敗北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就是 沒有我們的那個變裝角色真的是蠻尷尬的啦 因為遇到很多事情的話都沒辦法解決 所以如果大家有順利撐到我們變裝角色的話 真的還蠻恭喜大家的喔 好這邊的話我們要降階的話還有41分 我們就要降爆了 好先拿一下我們的貓神 那上面有罐頭我們就先 往上99看好了 我覺得應該就比較偏在上面的部分喔 上層罐頭區 450的 錯的 好那應該就是在左半部的感覺囉 然後 下面那邊有一隻狗仔啦 所以我們來合理的 我這邊有一個欸 蜘蛛網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我們的 上面這邊的話應該還有一個 哇 來了 這邊的話要先那個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那個了 好不好 上面應該會有一隻狗仔 然後我們看一下 來賭一下我們70%的運氣喔 看一下能不能捏手捏手上去喔 因為如果能夠捏手捏手上去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來吧 拜託 不要出事 喔 欸沒事沒事沒事 啊我幹嘛還在那邊走關頭啦 我去鏘喔 喔 哇靠 哇靠 喔噁 啊 我是在幹嘛啊 我好不容易 算了直接賭這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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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我一個..我一個害怕 我就直接..往旁邊去了 OMG 完了我們這場如果再輸的話我們就要降分了 哇塞 所以捏手捏腳其實對我們的那個就是.. 那個癱瘓幽靈是有點效果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原本成功的 然後自己掰掉 到底在幹嘛阿我的天 GG史米達阿這邊往右邊走 罐頭 那往上走 又是罐頭 哪邊有狗仔 欸這邊都沒狗仔欸 硬塊 硬幣 狗仔 又是罐頭 真的 哇 哇 哇 到底在幹嘛哇瘋喔 在中央 哇 喔不 我覺得 我覺得我今天 也是一個怪怪的欸 完了 哇在那邊 哇塞 完了 降階了 各位 搬家了齁 回到 回到第七聯盟了 還不錯啦 我們在第一期裡面我們繼續混一下應該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慢慢來喔 貓咪泥棒城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先走這邊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陷阱應該是 好像應該是在偏下面啦 應該是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哇塞尷尬 水桶陣 這邊下面有可能會有一隻狗仔 沒有沒事沒事 那我們再往下走 罐頭 沒事喔 往右邊走 罐頭 然後看一下 這邊上面都是陷阱 狗仔那這邊應該會有喔 罐頭 哇利勒那你們把 寶箱纏在哪裡 喔咦 哇 這個厲害了喔 這個不知道寶箱藏哪裡欸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往左邊走 沒東西 寶庫這邊有一個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在那個欸 完了 這次應該又是GG了 應該不太可能分這麼開吧 冰 哇 再見世界 今天不宜 爬牌位 今天不宜偷阿 哇在那邊 哇 結果又是那個 我今天怎麼一直都不相信我第一次看到的寶箱阿 我今天好像 各種不相信我一開始看到的寶箱褲欸 完了 上基層 來看一下吧 好了我這次第一次看到寶箱我就直接開了 我們就不鬧了 哇這邊直接一個尷尬欸 而且這個獨孤是41滴的獨孤欸 超賭欸 這有夠賭 尷尬一波 這邊有狗仔 狗仔這邊沒有什麼防禦 寶庫 喔 喔 我第一個看到的 可是還是GG了 這邊有狗仔 來看一下 火庫在哪裡 往哪邊走 往下 往下 哇 欸我覺得今天 今天真的頗慘喔 半個 半個寶箱都拿不到喔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喔 有沒有狗仔 沒事 是 冰塊 這個 哇 終於要偷到今天第一個了嗎 終於嗎我的天 來看一下 前面沒有關 可是我覺得前面有什麼東西鬼欸 罐頭 然後前面我們已經開過了沒事 終於偷到第一個啦 欸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幹什麼欸 今天真的太白癡了吧 今天一整個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尤其是第一個自己措施的良機 然後就整個 鬼招海撩撩這樣感覺喔 哇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嗎 這還是要拚一個運氣阿 如果你第一個寶箱開起來就是寶箱的話 基本上就很OK 阿你 你在那邊猶豫 果然好不好 各位 猶豫就會敗北阿 今天真的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教育了好不好 大家看到了沒 猶豫就會敗北 我們今天猶豫了好多回 然後就直接第一個寶箱就是我們真正的寶庫了 然後直接掰掉喔 哈哈哈 果然猶豫就會敗北阿 好 那不想說哲平現在降到我們聯盟期啦 然後我們就在聯盟期繼續 努力的鍛鍊一下自己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們那個 衣服跟我們的電警用得更厲害一點點喔 雖然我們這邊有抽到我們超級的那個勇者服啦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的話我們沒有貓貓可以用啦 所以就滿尷尬的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抽到滿多都是喝飲料的貓貓 但是我們這次基本上沒什麼喝飲料的貓貓貓 所以就沒辦法用我們要用這服的 所以雖然有抽到我們超級衣服的話 但是用不到阿 尷尬一波啦 好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哲平今天很蠢的話 可以留言點個喜歡囉 那邊等到時間 生活設定點個晚上 我的影片跟晚上 切開關的成績就到這邊的影片喔 打開看一下啦 那所以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掰掰